我是一鳴佛教徒領袖 我誠意邀請澳門民政總署 和我一起合作清理澳門有毒植物 最近施警收到民署的舉報 在大炮台和松山中 有大量植物海湖被惡意破壞 懷疑有人落農藥毒殺植物 到底是誰做的呢? 我已經投訴過很多次 亦都反映過很多次 通知過他很多次 施警看完這條片 就立即找余先生做調查 因為他和事件有關 不過他就拒絕合作 但我不是很歡迎 治安警察和司法警察介入新聞自由 另外我亦都不需要有人跟著我 陪同我 跟我扮朋友 或者跟我打招呼 因為我是佛教徒 現在護法天神 亦都是最強的存在 所以歡迎你們挑戰我 余一鳴 以三個月 余先生已經因涉嫌觸犯教唆罪 涉嫌觸犯先動以暴力 變根以確立之制度罪 兩次出入檢查院 再加上今次事件 已經是第三次去檢查院 佛教徒明明慈悲為壞 希望余先生可以放過植物 放過我們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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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